有关那个资料输入啊等等的这些 表单的栏位包含就是输入端 他可以做像单行密码多行 还有像那个滑轨的或搜寻 还有更多的相关属性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比如说 比较常用像一定是 Input Type等于Test Test就输入文字啦 那文字的话 就你 数字文字都可以 另外当然你可以把它改成Password 如果Password变点点 这个应该比较没没问题 如果你是 登录帐号密码的话按个登录 OK这个我想 蛮常用到的 那登录当然还有区分 将来你如果要做一个登录的画面 登录当然有分成就是 Server端的登录 跟使用者端的登录 这个其实后面我想我们再来看 有没有什么方式 最好是你App进去之前 可以先登录一个帐号密码 如果 登录密码正确 那才可以进到里面 并且把它的相关的记录记下来 比如说他做了什么事 就是 登录的时间等等的 可以把它记下来 OK 那 再来其他还有像什么呢 像是 多行 多行的话 但这地方的话 就是一个 我们有什么 Test area 这个我们可以让他输入一些东西 然后滑轨的话 有点像这样子 底下可以用 可以让他scope的方式 就是不是用甜的 而是用拉的 这种方式 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比较 容易避免使用者乱输入错误 因为你限制他最小跟最大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他可以 不会随便输 比如说像成绩好了 成绩性0分到100分 如果你给他任意输入的话 给你输入一个大于100分的数字 那当然 可能就产生错误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用什么 滑动的走 滑动走栏位 他这个叫slider 可以去做一个调整 他范围一定是range 可以去做调整 另外有搜寻栏位 OK你可以 Inboard type是search OK然后呢 你可以让他做搜寻 有点像类似像这样 一个让使用者知道说 他想要搜寻 搜寻通常就是 某一个 范围的资料 或者是某一个 文字资料 等等的 那其他还有像 这个test 这个 这个叫request 他有验证的功能 也就是说你这个地方呢 比如说一定要输入资料 那你这个地方可以加一个request 他就是说如果他没填资料 那他就没办法往下走 可以让他做验证 不过这个是有 JK Mobile的版本 恐怕你要更新到最新的 因为如果是旧的 他有一些功能不会或可 OK所以 就是JK Mobile我们前面讲过 你可能要更新到比较后面的版本 那其他还有像电话 他输入电话 你可以有请输入电话 Email信箱 还有像什么呢 这边还有一个什么 向上向下的 这个叫 数值如果Lumber的话 然后 时间 日期 UIL等等的 Email 这么多 OK 另外还有核选 比如说 几分手 然后 Checkbox 这个跟Android Studio 里面那个 其实 也类似 也有一个单选或复选 然后呢 特别注意这个像 也有 Honigronto 就是说 他是水平的 还是垂直的 也有方向性 OK 然后其他的话 有类似像 开关 所以基本上有这些 还有像选单 不过这个选单看起来好像没有非常的好看 他点下去 好像是 是手机 的界面 可是点下去奇怪好像变网页的界面 我是 这个好像这个部分 不过至少有一个选单出现 然后还有像什么 一个群组的一个选单 年月日啊 等等的 另外像弹出式的选单 这个感觉有点 跟Android Studio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比较像 手机端 然后其他还有像弹出式的checkbox 那诸如此类 我想这个第八章里面还有这些 那我们 待会的话 就利用我们前面的范例来做练习 那首先请各位 先一样 建立一个 新的网页 那网页一样 先新增一个网页 名称的话呢 就是把它存档 叫CH03 底线2 那这个里面的话 逻辑 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个 这个 就是及格不及格 这个 OK 所以 请各位就是 CH03 底线2 及格不及格 那我们需要 第1个 先在这里面呢 加上一些东西 首先的话呢 产生一个网 网页之后 你再插入一个 这个 这个 讲这个 第1个 反正就开一个新的档案 新的档案的名称 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跟前面一样 HTML5 按一个建立 建立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反正跟前面一样 在body 跟body 中间 请你先怎么样 先插入一个 在这边 body 跟body 中间 我习惯是在这边 插入一个 JKMobile的 页面 页面名称 特别重要 这个一定要加 按确定 因为我需要 把它加加 这个page的话 名称 也许叫home好了 那 页手 没有页尾 OK 确定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 把这个地方 改一下 我这一个 练习的话 CH CH03 底线2 然后里面的话 我希望做什么 希望做 这个内容 内容部分在这里 那我希望做 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呢 请输入那个 这个数字 请输入0到 100之间的数字 后面加上一个输入栏位 再来一个确定 可以让它怎么样 就是填完之后按确定 最后把它显示结果 显示在这边 那里面的话 大概我们会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的话 就是 当然你这边 可以先把它 先存档好了 我建议是另存新档 把它存档 名称的话 也许是CH 0302 CH0302 因为名称一样 所以把这个改一下 那第一个的话 我需要 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我要让它可以输入 所以输入的部分的话 那你可以用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什么东西呢 你会发现 你用那个 Junweaver这个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主要是它会 让你可以不需要打程式 它会自动怎么样 在这边产生 一个叫 Data Role 跟上这个是 Content 然后底下的话呢 主要是这个 它会自动帮你去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 我们需要的那个 Content 再一次 直接在这边 游标放这里 记得插入一个文字 输入 JQ Mobile的文字输入 那里面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把前面的 Label 标签把它改成 请输入0到 0到100之间的数字 Enter之后的话呢 再来 底下 再加上一个 确定按钮 在前面讲过 你可以先打确定两个字 记得在上面 把它的那个 DataRole改成Button 确定 OK 连结的话 我这边改成 那 这个ID给他一下 因为到时候我要知道说这个按钮被按下去 所以呢我这个ID呢 改成CAL 好 那 显示结果部分的话 这个结果其实就底下你就打一个结果显示就可以了 那当然你如果是一个段落的话 或者是一个DIV都可以 如果是 段落的话 反正你 顶多是 假设是一个段落的话 这边是P好了 P是段落 后面结束也是P好了 假设我用P 那请记得 你需要在程式里面多加一个 它的名称 因为将来我需要 当它按下确定的时候 取得它输入的值 判断完之后呢 再把结果显示在这边 所以 第一个我要先抓到它里面 输入多少 第二个 去判断 判断完之后呢 再把结果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哪里 你必须要给一个ID 我们才可以知道说 所以ID我这边取名称叫 OPT OK 那请各位 先试着 把这个界面先做出来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程式的部分 该怎么做 做完了结果 就长这样 就对了 长这样的话 里面大概就是 1 2 3 这三个东西最重要 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其实就直接 怎么样 从 上面 这个 这上面 要Enter一下 其实从哪里呢 JQuery Mobile 这个面板应该找得到吧 其实 JQuery Mobile 这个表单在这里 其实你会发现 前面还有个表单 这个表单是网页那个表单 其实两个 很多地方是相通的 其实也可以 你也可以用这个表单 看起来你 大家可以试试看 看起来效果好像蛮接近的 所以它两边是可以相通的 不过我是建议的 要 因为我们是用JQuery Mobile的韩式库 那 我还是建议干脆你用JQuery Mobile 里面 那我们用的 第一个是文字 有没有这个地方 就是要让使用者输入一些东西 请注意 是在 有没有 第12345 第5个 JQuery的文字输入 那其实特别是要你点下去之后 它会帮你做什么东西呢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 其实就是帮你产生这个区块 有没有 这个区块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其实 它就是自动帮你产生一个DIV 一个DIV结束 然后呢 自动帮你把这个框框有没有 自动帮你包一个叫 Fuel Content 就是包在这里 反正一个元件外面一定包一个Fuel Content 然后呢 这个 也自动帮你加一个Label 所以这个前面这个Label 有没有 不用自己打 它会自己帮你产生 Label 前面的标签 所以 你等于是 按一下文字输入 它会给你一个套餐 这全部都有了 那以往 如果说 一般 如果你没有这个工具的话 就是要自己打程式 你书上 他如果没有 跟你讲 其实 最好 当然未来是不是有个工具 更好 全部都帮你弄好了 按下去全部都有 目前 我看过最好的 只有Junweber 后面有没有更好 Video Studio里面 就没这个东西 可是 未来有没有可能有 我想应该有可能 但是是不是现在 不是 现在 只有这个方法最快 再不然就是 你要从头自己打这些东西 如果自己打这些东西的话 我想你还是会选择用这个工具 OK 这个真的是很方便 已经算是方便了 应该目前来看 目前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 我至少我试过了 如果你有更方便的工具 你可以告诉我 不过我想应该要付钱 为什么 刚开始 就像刚开始网页设计 刚刚出来的时候 每一行每一行都自己手动call 好 加进去之后的话 那你想要改什么 其实我只要改几个地方 一 改 前面这个标签的名称 所以这个可能要自己打上去 二的话 把这个的ID改一下 因为ID我改成叫score 所以你记得 这边把它改成叫score 名称 因为我已经有了 所以score2 好 这名称的话 请注意要自己打上去 不然的话 将来你没办法抓到 它里面的资料 再来 底下 就一个确定 这个确定 打确定两个字 再利用什么 这边 改成 data raw 等于button 然后呢 再把它的ID改成cl 也应该有印象吧 前面讲过 然后呢 这个 结果显示的话 你打完之后 顶多它本来是 一个p 就是 p跟p中间 有没有 它就是一个段落 这个应该看得懂这个吧 p p的话就是在 网页设计里面 是一个段落 那因为我将来希望在这个段落上面 就是 可以存取 可以改变这个段落里面的文字 本来是结果显示 那我要把它改成及格或不及格 所以我需要把这个p怎么样 改成 加一个id 这个id名称的话 叫做output 那当然 你除了可以用p之外 但我刚刚讲过 你也可以用div div 这个div 指的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 这div 应该怎么解 差这样 div 应该知道怎么解 这样 框框架 框框吗 你会发现到处都div 实际上 这就是 反正 不过我是 比较建议用div 因为p 感觉有点像网页里面用的 div的话反正就框框里面改变 OK 那我们后面要撰写的程度 是逻辑很简单 就是 人家输入什么 你去判断 判断完之后 改变下面的那个 就是 结果显示里面的字 大概就这样而已 应该很简单吧 可是其实 很复杂的应用都是从这边衍生出去 所以你一下子 所以你一下子看太 这个如果你会的话 后面要改 我想会比较简单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这个地方先做出来 那后面 其他的部分 我们再慢慢 衍生出去 比如说后面 当然还有 其他的吧 其他原因 常用的也许就是像 输入 然后 刚刚有range 另外还有那个单选 当然还有复选 另外我们后面有个阵列 其实阵列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跟那个 我们的list view结合 一个阵列 变成一个动态 产生 一个list view 这个就比较难一点 但是非常好用 因为未来 如果你的资料在资料库里面 那你把资料 从资料库里面查出来 你要再把它放 动态的 动态产生一个list view的话 那就有必要 如何动态产生 这个list view 后面会讲到 在那个 有关阵列这一个部分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的 这部分先做出来 那完成的画面 当然你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白板 观众 5 五 五 五